男孩只是好奇转了一下桌子上的钢弹 没想到墙上的老头却仿佛有了生命般动了一下 但此时的男孩并没察觉到不对劲 还闭上眼睛许下了一个让自己老师消失的愿望 没想到下一秒盆子里的那颗弹竟然快速旋转 紧接着盆里就瞬间喷射出一股三味争火 而老师也真的不见了踪影 殊不知老师并没有彻底消失 而是缩小一千倍变成了巴掌大小 最后还被杰克误打误撞带回了家 等到外面彻底安静了后 老师缓缓爬出书包 结果差点把肋骨摔断 次日一觉醒来 杰克就被迷你老师叫醒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赶紧抓着老师扔到了餐桌上让他吃东西 但就在这时爸爸突然进来 吓得杰克急忙挡住老师 然后趁着爸爸不注意将老师丢到了奶酪上 为了不被爸爸发现 还特意地往上面盖上了一片大面包 看着爸爸想将面包切成两半 吓得杰克急忙拿着面包就跑到了外面 哪只袋子里的老师却叨叨都不停 杰克见状根本不惯着他 直接就将他丢进了垃圾桶 但善良的他看到垃圾车马上就要过来了 还是不忍心地将他救出来带到了学校 他刚来到学校 就突然从门口听到校长说要组织一场考试 看着藏在树上